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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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红楼梦》实际上呢 他当然在写的就是一个富贵的叙事 那么就在这个富贵里面呢 我们从上学期到现在 我们不断在强调的就是 他跟我们一般的庶民平民阶层 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不对 这个是我一再要提醒大家 那么根据我们最近的这个单元 也就是这个《四十集市》《红楼梦》里面的诗 其实呢也必须放在这个背景里面来看 因为呢一个家庭里面的女性 能够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 还有呢足够的闲暇去提供给这些呢 将来就要嫁到别人家里去的女孩子 这样子的文学修养 事实上那一定要有很高的家世背景 那一般人家是绝无可能的 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所以呢我们一路谈下来 今年呢大概就是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 那《红楼梦》所续写的这样的一个家庭 他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差异我们等一下还有话要说 只不过呢我们就先纳入到这个富贵场 富贵叙事的这个脉络里来跟大家分享 《红楼梦》呢他到底有几个重要的 这一个关切点以及他所要呈现的主旨 我想我们可以最后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 那当然他作为一个人子的忏悔 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过 各位不要忘记 宝玉在随带降等承袭制度之下 他必须要以谁作为典范来复兴家业 这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以谁为典范 林如海 但是他没有做到 对不对 所以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实际上整部小说里面徘徊着笼罩着 那样一个非常深刻的自我愧疚自我究责 乃至于对家族的那一种深深的忏悔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比调 那再次之外呢 我们就得要知道一个家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 一个所谓的家族责任 那一定跟他们的这个家庭形态息息相关 所以《红楼梦》写的真的是一个富贵场的故事 所以子孙们才会比我们承担更高更大的那一种家族责任 所以他不可能是个人主义 他不可能去反对所谓的这个群体的伦理制度 或者是这个礼教规范 这几乎是注定不可能的 那我们后面会有一些话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总之对于这个富贵场的富贵叙事 或者我们反过来讲 作为《红楼梦》 他已经呢失落掉所有一切之后呢 回顾前程往事的一种追忆的写作 你可以发现呢 在失落掉之后他还要再去包装一个这样神话 然后呢再让他重温一次在回忆里面 重新再度过那样子的一个生涯 你就可想而知富贵场的向往与追忆 应该也是《红楼梦》的一个主旨 否则他不需要在失落掉之后 还要再去重新经历一遍 因为在回忆中经历一遍呢 就仿佛召唤曾经拥有过的繁华岁月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体会到的一种心境 所以在小说文本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呼应 这个绝对是《红楼梦》里面非常清晰的一个表白 所以第一回请各位看一下 《开宗明义》他就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呢一生一道远远而来的时候呢 经过了那一颗石头有没有 然后呢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 此时听了不觉打动烦心 也想要到人间去想一想这荣华富贵 对很明确吧对不对 他这个石头来到人间不是要大闹天宫的 不是来什么反封建反礼教的 他就是要来享受这样一个上层阶级 才能够提供的文化经济建设等等 超越一般人的这一种视野 这个是他要的东西 而且我们跟各位提到过 这个石头是不是应该严格来讲 是玉石才对对不对 因为也只有玉才有资格进入到富贵厂 才有资格去补天 一般马路边的这个自然的石头 是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这个都是我们 现代没有阶级概念之下 很容易谎为一谈的 好啦 果然打动烦心的这一颗石头呢 他就像声道说 大是地质蠢物 然后呢 世文二位谈那 人世间荣耀繁华 心切目之 看到了没有 已经第二次强调 他整个烦心被打动 完全是荣华富贵 所以他才拜托这个一生一道 发一点慈心 攜带弟子得入红尘 在那富贵厂中温柔相礼 受享几年 你看只要这几年 他觉得余怨足矣 从此就可以勇佩洪恩 万劫不忘 你懂吧 我们要不要停下来 把每一个字句好好的理解 不要匆匆忙忙 挂衣漏腕蚁偏概全 用自己的成见做倒影 那真的像是在盲人 在这个倒影我们往前走 那一定是走路岔路喔 所以你看只要几年 他觉得他就可以一辈子心满意足 或者是永远永远可以万劫不忘 只要有这么一点点快乐的回忆 他可以永结轮回都在所不惜 所以你要知道 这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是要来受享的 可是这个受享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请看一下喔 其实这个受享跟我们一般人 所以为的物质享受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其实有更重要的东西 是只有这个阶层才能提供给 给我们一般人 那就是见识世面 真的 《红楼梦》里面经常提到这一点 可是很奇怪 我们的读者好像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想在这边就跟 大家做一个整理 你看我们的标题是 富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 不是要去从事各种失控的感官享乐的 那个只会是爆发户 人家这一个富贵世家 要告诉我们就是 在这样子的累贷形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他是要让你打开视野 让你的生命不会像一个井底之蛙 只懂得眼前目光如斗所看到的 这一个小世界 那这个有的时候真的非要有一个很大的家世背景 而不可得 我越来越感觉到真的是如此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样丰富的 甚至是免费的教学资源 可以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 这个最新的知识动态 那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感谢到 这也不过就是这一二十年来的一个发展而已 而人类的历史从来没有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磅礴非常充沛的一个知识泉源 可是在古代真的是只能集中在这样一个上层阶级 才有办法去认知到这一点 那么所以见识世面 这个其实才是《红楼梦》的富贵叙事 他真正想要强调的 那像什么茄响啦 你们很熟悉的那些非常珍贵 非常奇特的那些饮食啊 老实说啦都不过是世面的一部分而已 他与其说让你有这么大的物质享受 不如说他要告诉你 这些物质呢其实所能开拓的是 你对这个世界那么深那么广 那么高的一种见识 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厘清 不可以混为一谈的地方 诗之好理会谬以千里 所以各位请看一下《红楼梦》里面到处都在强调这一点 单单第一回开宗明义 整个故事还没有开始之前 就有一段作者字云 曹月琴自己说 他说他现在封城陆路 一事无成 这个是一个人子的 也是一个为人子一个子孙同时呢 又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涵养的人 很深很深的自我忏悔 他说真的一事无成 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知道 对他们来讲写一部小说那简直是不成样子 甚至是愧对祖先涌入门楣的事情 这是和我们现在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好啦这么一个封城陆路一事无成 这样的一个落魄的王孙公子 他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烤叫去 注意一下他之所以眷恋这些 他过去见识过经历过领略过的 这些女子的优点是什么呢 他说的是 你注意到喔他讲的是什么 不是说他们很美喔 说他们很美什么水做的骨肉那是宝玉的话 宝玉跟作者不能画上等号 我们的读者几乎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思想的 或者是文学批评的训练 所以你常常会把这个主人翁跟这个小说家 就画上等号混为一谈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喔 事实上你可以在这里就看到其中的区隔 宝玉对女孩子的那一种喜爱跟崇拜 其实主要是在美对不对 一种清新的少女之美 可是你看曹雪芹现在在讲的不是喔 他是觉得他的行指见识接触于我之上 那么行指见识当然就不限于十几岁的青春少女啊 《红楼梦》里面写的是不是还有上一代的那些 长辈级的女性有没有 事实上那些女性们都非常非常的卓越 我甚至必须告诉你们说 当这些十几岁的少女们 她们如果幸运 如果顺利的成长 而不是像黛玉这样子的青春早逝 不是像迎春这样子的育人不熟 如果不是像这个探春 探春很有可能 远嫁之后非常大有机会 能够成为未来 这个支撑家庭天助的一个人才 但是只要她能够不要早死 不要呢遇到那么多的不幸 老实说 这些少女们将来最好的未来 我们可以期待她们所成熟长成的样子 就会是第一代的贾母 第二代的王夫人 那么就这两个人来讲 由于我们的读者都是陷入到 三角爱情关系里面 然后呢就目光如斗 只注意到林黛玉少数这些人 又为了特别偏爱她们 以至于去发展出树立出一些假想敌出来 所以很多其他的这个人物都倒霉了 可是这是非常非常不公道的 实际上我们等一下有话要说 我们好好的读《红楼梦》的话呢 你会发现其实不但贾母 连王夫人都是非常卓越慈悲 很正面的贵族女性 那么尤其是王夫人 她当然首当其冲 被很严重的扭曲跟污名化 我们这个学期已经没有机会多谈 不过因为我们在别的课程上 也有提到过 所以我想也应该没有缺漏 那么总而言之 在你们还没有仔细地看过 我们相关的论证之前 我们先请大家先接受这样的一个结论 因为那个论证要花很多的时间 不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所能允许 总之假如这些少女们将来如果顺利 而且幸运地成长 她们也一样要为人妻为人母 然后作为整个家族的中心 那么她们最可以被期待的最成熟的样子 那就是贾母和王夫人 那么就这一点来说 你必须要知道原来这里说 崛起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 事实上是包含这几代的女性在里面的 所以曹月琴并没有落入到 宝玉这个才十几岁的拒绝长大的小男孩的 那一种自我限制力 她事实上是更宏观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女性 形形色色各个年龄层 她们所能够开展出来的最完美的境界 这个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你把《红楼梦》当成是一部青春崇拜的小说 我觉得实在是过于把《红楼梦》给狭隘化 那这里就已经非常清楚是行止见识 不是那一种未经世事的单纯清新的美而已 那一种美很短暂稍纵即逝 对不对 只有在出价前那短短的几年 但是一个女性的美跟价值难道只限于那几年吗 那不是侮辱我们现在所有的在场的女孩子们 不是吗 连我们的大学生是不是早就脱离那个时代了 对不对 那你们都没有价值吗 我们要群起而抗议对不对 对宝玉这么一个狭隘的 而且是偏执的一个信念 恐怕他并不是曹雪芹的原意 所以行止见识这是最重要的 因此下面曹雪芹非常的感慨 他说和我堂堂虚没 所以成不若比群差斋 你看看一个大男人 结果完全比不上一个我们在传统社会里 其实是比较是第二性的女性 所以叫做群差 所以因此这是曹雪芹反省回顾一生 深深感到自我的不足 所以时日愧则有余 你看他的惭愧简直是说不完的没有底的 那么毁又无欲胡义 你想想看没办法啦 活了一辈子还不如你以前遇到过的女性 那你真的是白活了 可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对不对 只好落入到封城碌碌 遗事无成 这就是曹雪芹他最重要写作 《红楼梦》的时候的第二个重点 我们前面讲过第一个重点 遗事无成当然是对家族的忏悔 可是第二个呢 他也深深感觉到作为一个男性 为什么他会不如女性 这也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自我的愧疚 那这个在这样一个无可如何之日 那曹雪芹就写下这么一部《红楼梦》来呈现在这个富贵场中 一个女性也都能够培养出这么高度的行指见识 远远超乎男性之上 那么就这一点来说 当然就是《红楼梦》他所要跟你展现的非凡的女性的形象 而其中你们应该想到的吧 是不是就是王熙凤 有没有 王熙凤不是在第六回 第几回小说家跟刘姥姥谈到的时候 是不是都说 他是不是什么十个男人也说他不过 有没有 娶进来之后 是不是贾连作为他的丈夫倒退了一社之地 有没有 你就可以看得到 王熙凤就是其中一个行指见识 接触于男性之上的一个人物 那这个呢我们以前讲过了就不再多说 所以其他都是有这么多行指见识卓越的女性 这引领了整个《红楼梦》的最精彩的相关的篇章 那这些行指见识呢如此之重要 所以他可以让这些贵族女性 焕发出如此非凡的光彩 但是《红楼梦》里面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发现他所有的人真的只要是好的人 他们都非常可以说他们最强调 人活着就是要努力的去开拓见识 那他们觉得人生活着短短数十年 你如果只是斤斤计较那些得失利益 你未免太可惜了 你该做的事情是你要去见见这个广大的世面 你看连刘姥姥都是如此 刘姥姥只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老太婆 可是你看看她怎么说话 所以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 我们做一个总和以后呢 也是给大家作为互免 刘姥姥呢家里是不是因为很穷对不对 无法过冬 所以才想出一个办法 要跟这个过去跟她的女婿连过中的王家 而王家的二小姐不就是嫁到了贾家 变成贾政的政妻也就是王夫人有没有 所以呢她想到这样的一个连来连去的这些 这个一表三千里的关联 她就想到说那我们就到贾家 然后呢去看看这个王夫人的情况 说不定呢就有机会可以挤出他们家庭的危难 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说明 请你们要先放在心里面 刘姥姥的这一趟求助之旅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刚刚简单提到过就已经很清楚的呈现 她所打的算盘打抽锋的一个诉求的对象 其实都在谁的身上 不是贾家是谁是王夫人 你得要知道这一点 所以你把王夫人都丑化成为一个 什么拆散鸳鸯的恶魔 那真的是越看越觉得实在看不下去喔 因为为什么你的成见这么强呢 你这么的爱玲妹妹结果爱到把其他人 都妖魔化都冤枉人家 然后呢把人家讲得那么难听 难道你不觉得你为了爱玲妹妹 把自己变得非常的不堪吗 你也不好好研究别人 也不好好尊重别人 然后呢只因为你心里面怀抱着一个不满 然后呢你就把所有人都骂得很难听 这会不会是一种因为爱 而产生的一种堕落呢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应该要这样喔 那你要不要好好把文本读清楚 不要拿成见去扭曲 所以各位请看一下喔 我们现在还是先回到 我们的这一个范围里面来 你看下面呢 我们来谈刘姥姥到这一个贾家 诉求的是王夫人 等一下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家能不能起死回生 全部都是在王夫人身上 那当然你们都知道结果 王夫人是不是给他20两有没有 你知道的是间接啦 但是也是因为有王夫人的交代 王熙凤是不是才会给他20两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王夫人其实一开始就是 被塑造成为一个非常温厚 非常慈悲非常宽大的一位贵族妇女 而这个绝对是当之无愧 那只要你不要有成见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不过呢毕竟 刘姥姥还没有见到王夫人 她不知道她当年看到的那个少女 如今变成什么样子 那所以人家是很成熟的人喔 她知道说我们去开口跟人家求救 人家不一定要帮你对不对 于是你看刘姥姥的盘算 请你们注意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已经是母神级的人物喔 没有砖打如以算盘 没有觉得天下呢都应该要帮忙我 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台湾人的毛病喔 你总觉得都是别人欠你 政府欠你周围社会欠你谁欠你 可是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 你自己付出了多少 然后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一辈子其实该做的是什么事情 而不是一直向外所讨 觉得全天下都有富于你 这个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态度喔 可是如今非常普遍 因为个人主义非常流行 以至于导致大家不自觉的集体 就陷在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里面 而不自知 你看看刘姥姥人家就非常成熟 她知道说我们遇难了 但是别人没有义务要救你 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愿意帮忙你的 你是不是就应该要感恩戴德 你应该要感恩图报 人家帮你不是天经地义 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喔 那何况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 那是不是就是人家不帮你 那人家不帮你你要怎么反应呢 我想一想我们周围99%的人 大概就会觉得就开始怨天尤人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什么这些成语都可以拿出来用了 可是我们要不要学学刘姥姥 你看看她是怎么样在盘算这件事情 她说他们跟王家 当然现在是到了贾家的王夫人 她说已经许多时不走动 不知道王夫人如今是怎样 那万一人家还念旧 还记得我们 愿意帮我们 那当然是天上掉下的礼物 我们要非常的感谢 可是呢 如果万一不成的话呢 你看一下喔 她说舍着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 因为刘姥姥年纪大了 所以呢 她觉得厚着脸皮 去跟人家求起 祈祷 没有关系 因为她已经年纪大了 所以呢 她就干脆拿出自己的尊严 想办法去为家族打开一条生路 果然有些好处 如果万一很顺利 人家帮忙我们 她说大家都有意 没错吧 全家是不是就可以渡过难关 请注意下面我标示红字的话 她说便是没银子来 你注意一下喔 便是没银子来 我们一般人会怎么反应 一定是大失所望 对不对 因为直接面对的就是家里全家 要饿死的这个状况嘛 所以呢 我们当然就会开始怨天 你看有钱人家果然很无情 什么什么什么 就一堆难听话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就抱怨上天不公啊 为什么有钱人就那么有钱 我们就要这样这样啊 有没有 这不是我们现在也都很常看到的吗 可是请让我们看看刘姥姥 是怎样来面对人生这样子的困境 她说便是没银子来 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 也不亡我一生 你看人家有没有在说 你看你们这些有钱人 多么什么这个垄断呢 这个经济资本 然后你们如何如何 这些话我们现在网路上 都看到很多了啦 我也不会用 我也不想去找 那各位自己去收集就够了 但是你看刘姥姥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没有怨天尤人 相反她完全知道 人家没有义务要帮你 真的 那人家如果没帮你 那你要怎么样来看待 你这一趟一般角度来讲 注定是失败的努力呢 当我们的努力失败以后 我们人是不是都会很挫折 很沮丧 然后呢就会灰心丧志 这大概就是人性的反应 可是请好好学习刘姥姥 他竟然说就算没拿到银子 他想到的不是说回家我们要饿死 他竟然说我有这个机会 到公府喉门去见一见世面 就不枉一生喔 你会这样想吗 不会 你只会回来痛骂那些有钱人 就是如何如何 对不对一定是这样 所以多么大的差别啊 我觉得人品其实是在这里呈现 那无论贵贱都可以有非常成熟 非常宏大的人格 刘姥姥在这里就是展示示范的这一点给我们看 你看他竟然说 我能够到贾家这种鸿门公府去看一次 竟然他觉得就可以不需此生欸 你们想一想从小到大回顾一生 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觉得 就算你明天死了你都可以含笑九泉的啊 有没有 好像没有欸 就算有大概也不是说我到那一个什么皇宫 喉门公府看到那些我这一辈子不可能 在我的世界里看到的那样的一个世面 你就会觉得不需此生 我们不会这样想问题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越来越读《红楼梦》喔 越看到他说的一些内涵的时候 深深未知震撼的地方 你看人家是这样在想生命价值的问题 就是说见世面就可以不需此生 我们和他们真的很不一样 我们算的都是现实的好处 可是刘姥姥看的就已经和我们不一样了 我们会不会觉得连刘姥姥都不如呢 而人家是还没有受过教育的喔 我们会不会太本末轻重颠倒呢 原来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 是应该要来见世面的 好好打开自己的 可是不是啊我们绝大多数人 就是陷入到你争我夺去抢夺 各式各样的资源上 然后就在这里面呢 去想尽办法压倒别人 然后去膨胀自己 我们会不会都颠倒了呢 所以在这里刘姥姥这番话语 我觉得真是精彩万分 是我们几乎绝大多数人都忽略掉的一段话 我因此呢在这里非常乐意与大家分享 请大家好好记得这句话 在看待任何人生的遭遇 人生的经验的时候 不要只看到实质的好处 事实上有价值的东西 往往不是眼睛看得到的 也不是可以计算的 你应该要回归到 内在生命最本质的那个地方 而生命来到这个人世间 不就是要增广见闻吗 不是要开拓人生的视野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为什么你一趟求助之旅 没有拿到银子你就觉得挫败 你就怨天尤人呢 是不是可以像刘姥姥一样 既然这一趟求助没有得到好处 可是它也可以被赋予很积极的 正面的创造性的意义 因此呢本来就没有钱 你去到人家那里人家不给你 事实上不代表人家亏欠你 你也没有任何的更多的损失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 你就应该在本职上看这个问题 然后感谢有这个机会到人家那边开拓视野 这就是刘姥姥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而果然你有没有注意到 连刘姥姥目不视钉 他都以见一见世面 作为人生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对吧 所以见一见世面就可以不亡我一生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所以这点希望我们大家互勉 学习《红楼梦》里 其实有非常精彩的生命的哲理 可是呢大多数人陷在三角爱情中 那真是太过可惜 等于是买毒还诛 好这是刘姥姥 再来你看连王熙凤 王熙凤已经是见多识广了 对不对 不就是跟王夫人是出自于 甲史王薛四大家族吗 他自己就是公侯富贵之家出身的 已经见多识广 那各位还记不记得 第40回的时候有提到 第40回 这位刘姥姥二进荣国府 因此逛了大观园 有没有 然后呢一路走 走到了萧香馆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 当时贾母说 萧香馆的那一个窗上的纱 是不是已经旧了 对不对 所以蹭不出来 于是呢就在谈这个窗纱的过程中 王熙凤有提到 他说他昨天开库房的时候看到有一种沙 非常清软厚密 连上造的都已经比不上 上造的就是皇宫用的 所以贾家库存的那个东西 已经甚至经过了这样几十年下来 可能比皇宫都还要好 那王熙凤就说那个是禅义沙 结果呢贾母说那个不是禅义沙 那个沙的年龄呢比你们还大呢 那不知道的人都会认作是禅义沙 其实他应该叫做阮烟罗 对这个你们都知道 结果你们注意喔 那边有一段话说的很有趣 你们只记得阮烟罗 可是没有注意到那句话 那句话呢是王熙凤说 我沙罗也见过几百样 就没见过那一种 所以他错认为禅义沙 怎么样 我们的王熙凤那时候才几岁呀 才二十出头喔 可是他的沙罗已经见过几百样 对不起我一样都没见过 我只见过聚脂纤维 这是我们现代的医料化学成分 对啊可是你说你不要说时代不同嘛 我们这个时代本来到处就是什么聚脂纤维嘛 好嘛问题是你就算回到两百多年前 我们平平百姓恐怕一样沙罗也不容易见到 对不对大概最多就是棉质麻质这种 可以说是最最一般的这一种布料 沙罗这是很精致的那非常华丽的布料 那见过几十样已经不错了 王熙凤才二十出头就见过几百样 你知道这个叫做见识好不好 可是这样见识的王熙凤还要更上一层楼 这就是我希望各位同学也放在心里面的 所以不只是刘姥姥是一个这个乡下人静大官员 大开眼界 连王熙凤都知道这个世界无穷无尽 所以只要有机会他愿意再增加他的见识 这是第十六回 第十六回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皇帝恩准有没有皇妃可以回来醒亲 对不对然后就在谈这件事情的过程中 你看贾莲的奶娘乳母赵妈妈她刚好来到这里 然后听到了这样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她就赞叹说阿弥陀佛原来如此 这么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 贾莲就说那这何用说呢 不然我们这回子忙的是什么 那凤姐就接着笑说请看 若果如此我也可见个大事面了 看到了吧为什么她会这样说呢 我们往下面一路看你就可以清楚知道 原来王熙凤他赞叹的或者是渴望的是什么 他说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 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驳我没见过世面了 说起当年太祖皇帝访顺寻的故事 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眉造化赶上 好我们把这段话看完之后已经很明显了吧 他可以见个大事面的大事面是指什么 是不是就是皇妃省亲嘛对不对 那跟皇妃省亲可以相提并论的 就是早生几年你就可以亲眼目睹的大事面 那又是哪一场盛事呢 什么叫当年太祖皇帝访顺寻的故事 这是在讲什么 就是康熙南巡啊有没有康熙南巡在历史上是真正发生过的 而且呢其中是不是就有曹家的接驾嘛 有没有曹雪芹家 所以这里面其实带有一点传记的那个反应在里面喔 所以你看王熙凤竟然在万席 他年纪太小 因为呢当康熙南巡的时候他根本还没有出生 所以没有看到那个大场面 所以他变成是他心目中的一大遗憾 而且他还觉得他这么的能干 这么的有这个见识了 可是呢老人家还在搏他没见过世面 你就知道这个老人家恐怕包含谁在里面 当然是甲母嘛 甲母不就是说你才多大年纪就来说嘴有没有 连个阮叶罗都没见识过有没有 所以我想这个老人家里面应该就包含了甲母在里面 那才真正是见多世广喔 所以你看早生二三十年 这些老人家就不会说王熙凤你没见过世面年纪太小 可是王熙凤比起我们已经是大世面好不好 你就知道说这个差异在哪里 因此王熙凤非常高兴能够有皇妃醒亲的这一个 这个情况可以 你就可想而知他们不是为了什么功名 这个什么荣华富贵 不是为了什么烈火烹油鲜花灼锦的这一种 所谓的富贵荣华 你看王熙凤的第一个反应也是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见个大世面 因为皇室的排场跟一般的那个王公贵族的排场 是不是还是不一样对不对 因为古代的等级制那是分得很清楚的 所以你看很有趣喔 我们如果不把《红楼梦》只当作是一本romance来读的话 你其实真的可以看到学到很多 包含我们一路读下来 从曹雪芹自己从目不适令的乡下老太婆刘姥姥一直到出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干练到超过十个百个男人的王熙凤 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价值是不是都是要见大世面 看到了没有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反倒我们现代人就只要小确幸 也没什么不好 一杯咖啡也很香 可是他不能取代喜马拉雅山上的雪莲对吧 我只是打个比方告诉各位说 事实上我们可以懂得我们身边的梅花的芬芳 可是你也应该要踏破岭头云 然后走遍大江南北开拓视野 人生还有你的这个灵魂才会真正的宏大 这个是不相妨碍 我们不要只固守在异语里面 王熙凤又是一个绝佳的典范 你看他告诉我们说 原来人的成长视野的开拓是永无止境 所以你绝对不要满意于几百个沙罗 你就觉得你很了不起 那就实在是太过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 可是井底之蛙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也觉得很无奈 但是我们好好的再看看《红楼梦》教我们什么 果然到了第十八回 当原非已经回来醒清 第十八回完全就是在铺成这样一个盛大的场面 结果呢就在写着写着的过程中 曹雪芹自己忍不住跳出来现身说法 老实说这是蛮违背一个小说的艺术的要求的 不过曹雪芹实在是太感恩太赞叹了 所以忍不住打破这个规范 逾越这个叙事的界限 跳出来说 你看 只见大观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 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月升轩 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 下面破则号就是曹雪芹的现身说法 他说 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梗风下 那等凄凉寂寞 看到了 虽然那边是仙境 不过仙境是很寂寞的 所以嫦娥阴毁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行 还不如到人间来见一见世面 还行满意足一辈子 所以下面这颗石头就说 若不愧赖生博道二人 昔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 看到了没有 重要还是世面 不是荣华富贵的享受 所以第一回虽然那个石头说 他要到这个富贵场温柔乡中受享几年 那个受享当然一定有物质性在里面 不过你如果把整个红楼梦好好聚焦 他清清楚楚告诉你的重复的 这个关键词就是见一见世面 你就会知道原来那颗玉石一定要到公喉富贵之家 目的也就是来成就一个更宽广的人生事业 那这一点是我们现代人很欠缺的 我们现代人太计较一些外在的得失 他会计算 可是你越会计算 其实就越把自己陷入到一个很粗浅 很有限的世界里而不自知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 所以呢玉石也得到了见这般世面的绝大的满足 黄飞醒清那可以说是传统社会里面最大的世面 了解吧 所以能够见到最大的世面 不但王熙凤非常庆幸 连石头是不是都感恩戴德 懂这个意思吗 那当然刘姥姥后来也来逛大观园呢 是不是也见到大世面 有没有你就可想而知 我们会不会都误会了红楼梦 那你说他反封建反礼教 这个是我认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事实上他要告诉你 就是因为有这个封建礼教 有这个等级制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世面开展给你看 而这个是呢不在那个阶级世界里面的人 你恐怕一辈子都想像不到 因此你们大概不晓得慈禧太后 后来的慈禧太后 她非常喜欢红楼梦 她觉得红楼梦的内容 才真正说出他们满人贵族的 那个真正的写实的情境 所以假如他真的是有什么反满的情绪 他真的有什么反封建反礼教 你会觉得慈禧太后他们看不出来吗 那是不可能的 人家的教养不可能看不出你都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代人 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地方 好然后呢就在这一个世面里 我下面讲很快 因为这个我以前讲过 我就不再强调 那么简单快速扫描一下 就在红楼梦里面告诉你很多很多的世面 那个世面呢包含等级字里面的那种繁文入节 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再多说 那么有几个有趣的地方 你看第31回出现了一个楼子花 好这以前我们讲过 大概也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这个楼子花呢是我们一般人几乎呢 是想象不到的 因为它非常罕见 是属于基因突变 那么第31回呢 史湘云跟他的丫头翠吕留在大观园里 那主仆两个人就有了这番的对话 翠吕说 他们大观园里的这个荷花怎么还不开 史湘云说时候还没到 那翠吕就说 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也是楼子花吗 好那请先停在这里 有没有注意到显然 显然史家开的是什么花瓶 史家的楼子花是哪一种花 应该就是荷花嘛 有没有一路讲下来 那史湘云说他们这个还不如咱们的 可是你想想看 这个时候大观园里的荷花还没有开 那为什么史湘云会知道 他们的荷花比不上他们史家的荷花是楼子花 要不要猜猜看合理的推测 现在花还没开啊 他怎么知道不如他们史家的呢 合理推测嘛 显然是不是他去年来过看过嘛 知道吧 那翠吕那时候可能没看到嘛 这个就是非常合理的推测 你们要动动脑子耶 你们的灰色小细胞 会不会变灰色啊 变黑色就糟糕了 好 所以呢这个是用荷花来做对照 那么我在这里先跟各位做一个补充 其实呢楼子花跟我们一般看到的 那个桃花礼花各种花会 分布在枝条上面的那些繁花盛开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楼子花是一朵一整朵花的中心 再抽出花梗再长出一朵完整的花 是这么的奇怪的 我等一下要让你们看一下图片哦 那么历史上我找到的相关资讯 荷花也是最容易出现楼子花的 这个基因突变的一种花品 懂意思吗 但是呢大官员你不要以为说 他不如史家 你错了 他们那一边有颗石流 接连四五支 真是楼子上起楼子 这也难为他长 那接连四五支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要说基本是绝对不可能 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看到 那完全是虚构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要讲下面的这个道理 史湘云说 花草也是同人一样 气脉充足长得就好 有没有注意到天人合一天人交感 那大官员你可以石流花开出 接连四五支的楼子花 意思就是胜过一般的楼子花了 那大官员是不是因为原非醒清而盖造的 所以呢原村的风飞使得贾家 比起其他三家是不是更加登峰造极的意思 懂了吧 好那这种楼子花我们就来见识一下 请看一下这是一个 美国的那个生物学的课本里面 他为了要讲基因的这一个关系 所以刚好有这么一张图 所以是有一位学生介绍给我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你看他这边有一些数字 或者是那个英文字母的标记 就是在说明他的基因突变呢 各自衍生出怎样的形态出来 而左边这个是正常的花 右边就是楼子花懂了吧 这完全是基因突变 我们根本没有见过 好再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是那个在2014年 那个日本的福西马拍到的 就是福岛 那你们都知道福岛的那个核能事变 有没有 那是三月的时候发生 那这个薔薇的楼子花 就是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连续拍摄到的 那你们看一下有没有注意到 中间是长出一朵完整的花苞 有绿色的花苞有没有苞片 里面包的就是完整的一朵薔薇 那因为它是连续拍摄非常珍贵的一段过程 让我们看到整朵花它的整个孕育 那么生灭的过程 那据说呢这附近出现过不少朵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高度怀疑是辐射的影响 不过呢这都很难说啦 反正哎呀这个都是炒不完的一个话题 我们就不要摄入 总之你们现在有没有注意到 从花心里面是不是长出绿色的花苞 然后有绿色的鳄片完完整整 这个才叫做柔子花 懂吧 而你们一般看到的那个珠景的那个花上花 那个其实不是 它长得很像 但是其实它的形成机制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不放给你们看 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红楼梦》给我们看的那个试面 除了柔子花之外 那个真的我们都没有见过 上上个礼拜吧 有一位朋友他就拿出他的手机很兴奋的跟我说 老师我拍到的这个是不是柔子花 结果我一看就说不是 那个是朱景 朱景中间好像也会有这么长出一小朵出来 不过那个其实是雄蕊的突变 跟柔子花不一样 他就好失望 他说一整棵树都是这样欸 我说对因为那是比较容易见的 他想说我怎么那么好运竟然会拍到 那害我就教他一盆冷水塞很不好意思 但是你就可想而知 朱景第一个最常见 但是他不是柔子花 因此回到接连四五支 你想象出来绝无可能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希望大家知道 《红楼梦》呢他事实上处处要告诉我们的 包含且想啦 这些我们都觉得是马汉全席里面 才可能出现的菜肴 你以为他是在做那一个富贵的排场 想做这种物质欲望的这种享受 那恐怕我们就会误失了他真正的重点 他真正的重点是要告诉你 这个叫做世面 能够精致品味到这种程度 关键反而在这里 那么第二个呢 这是旧年捐的雨水 我以前也讲过 这是那个庙玉拿来招待谁的 甲母的有没有 你看甲母问是什么水没有直接喝 庙玉笑的回答说是旧年捐的雨水 甲母才喝了半盏 你就知道旧年捐的雨水 是不是应该是很好的水 否则甲母可能连半盏都不吃的 所以旧年捐的雨水到底是什么 可以让甲母愿意喝她个半杯 那蛮有趣的 我后来读到清朝故路的清家路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我觉得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原来如此 他应该叫做梅水梅子梅雨季节的 的那个所收集的雨水 而他是苏州的特产 是苏州的特产 不是随便什么地方的雨水都可以拿来的 像我们现在的雨水就太惨了 而重要的是说在我所查到的这个资料里面呢 他就是在苏州的一个真的一个很特别的 算是特产你看居人 居人就是住在苏州的人 清家路讲的就是苏州这个地方的丰土民情 各种节日啊什么什么很特殊的地方 我把他从头到尾看一遍之后才发现什么 原来旧年捐的雨水就是这个东西 你看居人与梅雨时呢会被缸握 拿很大的容器收续雨水以供烹茶之需 名字就叫做梅水 那么各位我们再往下看地方制 就是当地的地方制说梅天多雨 只是我们现在台湾就空梅啦 所以我们就会干旱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气候都已经在反常 我们自己真的要注意要环保一点 那传统的风调雨顺的话 那就是梅天多雨雨水极佳 那么旭之瓮中水未经年不变 那个水其实是像酒一样会越沉越香 越沉越纯净 那么像昆心河制 就里面也有提到这也是一个地方制 昆跟心都是在苏州附近都是苏州 然后他说人予以出交梅时 这个梅就是那个梅花的梅 那么会被钢瓮除雨 以其甘华胜过于山泉 这是视察者所争也 你看所以贾母会喝半杯就是这个原因 懂吗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呢 这是苏州的特产 你们还记不记得 拿出旧年捐的雨水烹茶来招待贾母的妙玉是哪里人 他就是苏州人啊 他长得很清楚 第十八回不是说他是姑苏人吗 所以跟黛玉是同乡 有没有他们是同一个籍罐 那更有意思的是千里迢迢从苏州这样带到北京 那可能吗 当然可能啊 不只是可能 重点是我们有百分之百的证据 妙玉就是把什么东西也从苏州带到北京 除了旧年捐的雨水 他带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后来去喝提己茶的时候 才拿出来的珍藏 不是给甲母的旧年捐的雨水喔 他拿出的水 有没有泡茶来给保采 待遇大家喝提己茶 那是用什么水烹茶的 是不是用梅花上所收的雪 而那梅花是哪里的梅花 他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那是那年他在那个悬木山盘香寺修炼的时候 有没有 那悬木山盘香寺在哪里 悬木山就在苏州 他小时候就是在那边出家 那悬木山呢附近是一个风景名盛 到现在都还是 据说那个满坑满谷 不是满山满谷 种的就是一大片的那个梅花 所以每当那个梅花盛开的时候呢 那个芳香扑鼻喔 那里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香雪海 香雪海就是悬木山的那一个最盛的一个景色 那么像雪海一样 那你想想看 灭药玉就是在那个地方修炼 那是不是也把梅花上面的雪就收起来 收了那一鬼脸青 有没有 然后呢千里迢迢带到了这个北京 然后是不是就是收藏起来 舍不得吃还记得吧 所以他既可以把这个梅花上的雪千里迢迢 从南方到带到北京 那为什么不可以把旧年的雨水也带去呢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就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吻合 包含他的履历他的籍贯还有他的习惯 是不是都是很切合的 所以旧年均的雨水就是梅水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我们简直也想像不到对不对 所以曹雪芹真的在告诉你 原来大江南北他给你铺成一个南方的精灵 金明寺我们也上学期花了很多时间讲嘛 然后还有北京他真的要告诉你的 就是你真的没有见识过的这些零零种种的人事物 我们看到的是物包含这个柔子花以及梅水 所以见识如此之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红楼梦事实上 点点滴滴是在告诉你这一点 如果你把他看到只是一个富贵排场的奢华的演绎 那你就看错了 你把他当成是金平梅西门庆来看待 不是的 对他来讲最重要是告诉你这种品味 这种你见识不到的那一种 真正属于文明非常精致高雅的那个部分 这个是我觉得要跟你们讲的 所以另外一点富贵场所要呈现的价值在哪里呢 除了这一个精致优雅的这一个世面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精神性 那么富贵场所提供给这个曹雪芹 创作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关键 我们刚刚提到过就是打开人生的视野 那多多益善像刘姥姥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可是富贵场还提供一个更重要的是 让你的存在样态可以更优美的一种精神性 那么这个精神性呢包含哪些呢 我们下面先请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德国人叫做恩金 这个我也是经过那个读一篇文章看到的转述 他在1932年曾经就注意到这一点 他说红楼梦与金萍梅的不同 就在于他所写的是有教养的生活 那什么叫做有教养呢 那当然其实就是一种彬彬合宜 然后呢可以说是优雅大方 这样子的一种存在的样态 所以礼教呢 你说他对人是一个压抑 我倒不这么认为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现 所以下面且让我们先看一个社会学的概念 那么特纳呢他是一个社会学的大师 他有过这么样一个说法 我觉得可以作为参考 他认为呢造成社会分化或分层 你看分出不同的阶层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社会不平等 到处都有社会不平等 不过这个不平等到底该怎么认定呢 我们一般人都只偏重在其中的一种未免可惜 你看看他说的这造成不平等的三个主要方面是哪些 第一是以阶级来表示的经济差异 当然这就是所谓的富贵的差别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最容易注意到的 第二个呢是以地位的关系来表示的法律政治的差异 有没有 那在法律上谁有权 甚至呢法院就变成他家开的嘛 这种情况我们也到处看得到 那这是另外一种呈现出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方面 一个面向 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是第三个 这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实际上 对曹雪芹这一类人来讲 他之所以呢要向往富贵场 重点倒也不是为了那个经济的优渥 也不是为了法律政治上的特权 更重要的应该是说 因为有这个优渥的经济 跟呢法律政治上的特权才使得他能够有另外 我们要看的第三种的这样子的一种不平等 可是这个平等呢使得他们能够拥有一个更优雅 更高贵的一个生存样态 那就是第三点 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方面是 以人们的生活方式态度和文化气质 来表示的各种文化差异形式 那意思就是说真正的不平等不是有钱与否 老实说拿掉你身上的名牌你就是一个大老粗 那这样的话呢 这种不平等就是非常表面的不平等 真正的不平等是内化到了你整个人的生活方式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你待人处世的时候 所呈现出来的那一个姿态以及你的文化气质 是不是优雅的是不是有理的是不是细致合宜的 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不平等所在 所以这个特纳后面接着还有提到 那么包含其他的这个社会学家也同意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就是在这三个不平等的方面之中 真正最重要的不平等其实就是第三个 以人们的生活方式态度和文化气质来表现的不平等 真的所以我刚刚才举一个例子嘛 把你身上的名牌都拿掉 你其实看起来跟卖菜的也差不多 那这样子你就没什么好得意的 因为那个都是外面垫高的东西 你不是由内而外展现出来的你真正高人一等 那种高人一等要有很深厚的各种教养 然后呢耳濡目染从小点点滴滴自然养成 那一种气质呢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模仿 真的你后天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所以就很悲哀 因为再怎么努力都没用嘛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再怎么努力你就是个冒牌货你知道吗 可是没有办法那个就是因此呢 曹月琴会在我们上学期用一个专题 来跟各位分享的目的就在这里 他不是告诉你除了正邪两父之外 还要生在公喉富贵之家有没有 才可能变成情师情种 他就在告诉你你从小耳濡目染 点点滴滴累积的那种内在的塑造多么的重要 那才真的是决定你会成为哪一种人的关键 所以就这点来讲是不是真的很不平等嘛 我们不是生长在公喉富贵之家的 就绝无可能变成这一种类型 因此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喔 因为富贵啊这些其实因为是来自外在 所以他很容易发生改变对不对 但是呢当你内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态度跟文化气质的时候 那就终其一生不会改变 你不可能会逃脱的掉的 这才是最了不起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下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很重要的评论或判别 《红楼梦》的叙述到底是不是曹雪芹原作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标准一个切入点 那就是呢他到底有没有掌握到 公喉富贵之家的那种生活态度 意识形态气质等等 他是不是真的有把握到 所以我下面就举了一个叙述啊 里面所写的这个林黛玉的生日 我在有一些地方提到过后 我们不妨在这里再分享一下 那林黛玉呢他的生日 在前八十回里面并没有提到 请你们注意这件事情 前八十回里面有写到宝采的生日 对不对 有写到探春的生日 宝玉的生日 可是唯独就没有写到林黛玉的生日 那么有人就以此呢错误的推论 很抱歉我必须说你是错误的推论 理由我下面会说得很清楚 那么曹雪芹之所以没有在前八十回 林黛玉的生日主要的原因 并不是林黛玉很可怜的灰姑娘 人家又虐待他 连生日也不给他过 完全不是 他的目的是在于不犯 犯就是不要重复 那因为呢 他们的生日基本上都大约差不多啦 细节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呢 为了要让他出现的每一个描写都非常的独特 因此呢假如没有需要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别功能的时候 他就不去刻意去聚焦 因此呢 林黛玉的生日没有写的原因是这个原因 那么你们都知道在第二十二回的时候 是不是薛宝采要过十五岁生日有没有 好当时呢 王熙凤不是还跟这个贾连商讨说 他这个十五岁生日不大也不小 可是又是个也不是个整生日 那到底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贾连不是还觉得很奇怪 你家里面多少生日都料理过了对不对 怎么连这个生日你会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王熙凤说就说他当然不是不知道 而是说他这个生日真的比较特别 那贾连就说那既然这样你就比照 往日怎么给林妹妹做过生日 你就那样做吧 有没有注意到 林黛玉是有被过生日的 只是没有必要去写他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要去呈现的好不好 结果呢那王熙凤就说 可是薛宝采这个时候是十五岁生日 跟往年林妹妹是十二三岁那个不一样啊 所以应该还有一些区隔 所以他们的讨论呢 你就可以明确的看到林黛玉是有过生日的 只是呢不需要特别去写 就好比贾连的第一次丧礼 是不是就是出现在秦可卿身上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浓墨重彩的铺陈嘛 写了那么长篇大论 而且真的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那种壮观喔 可是后面又再出现一个重要成员的死亡 那他的丧礼就只有几行就带过去 有没有 我们就误以为什么秦可卿是有独特的皇室的背景啊 所以才会这么样的铺陈啊 这个恐怕都是很大的误会 我们说后面有再出现过一次的重要成员的丧礼 可是只有五六行把他交代过去 那个人是谁甲敬 但是呢你们一定要注意一点 甲敬的生日没有再耗费那么多的笔墨 是因为前面秦可卿已经写过了 因为他们贵族的丧礼都是固定的那个模式 放咽口啦什么什么都一样 那所以不需要再写 第二个那一回写甲敬的生日的时候 虽然只用了五六行 可是那五六行已经够了 他写得很清楚 夹道而观的人何止数万人 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换句话说甲敬的丧礼是不是也是非常浩大的 所以夹道观看甲家丧礼的人 把他当作奇观来欣赏的人 有数万人 这是不是标准的万人空向 也是万人空向啊 所以你不能说他只有五六行 所以他简笔去写 简笔不表示丧礼简略 你们要知道这一点 所以呢一样都是同样的盛大 那么这跟他们都是甲家的重要成员 当然息息相关 而这跟他们后面 有没有什么神秘的生事 那倒完全没有关系啦 反正是只要甲家重要成员 都是这样子的大排场 好啦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林大一的生日在前八十回没有写 那是因为呢要让给宝钗 让给其他人有特别要发挥的那个功能 然后呢所以那些场景才会被聚焦 比如说薛宝钗的生日是不是被用来作为 同时作为宝钰的这个思想启蒙的功能 有没有 交给他寄生草嘛等等 但是林大一的生日没有这些要发挥嘛 所以他就被用这样的方式就带过去 那么结果呢我们就在那个后四十回的叙述里面 就发现他写了林大一的生日 当我跟你们一样都还是一个一般的初学者的时候 即便读得再熟只要不是做研究你基本上就还是一个入门者 那么就没有看出这一段描写的蹊跷 可是等我越来越了解什么叫富贵场 什么叫做以文化以这个生活态度 以意识形态来区分出的不同等级的时候 我就清楚看到这一段话描写的问题 那这一段话呢是在出现在第85回 里面有提到 那么他说黛玉那天过生日 所以略换的几件新鲜衣裳 打扮的宛如嫦娥下戒 含羞待笑的出来见了众人 那么我告诉各位这三句话每一句话都错 那原因就是曝露出叙述者他的文化格调教养品味 以及他的生活方式都和这种公侯富贵 富贵之家的那个常态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他才会写成这个样子怎么说呢 请看喔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裳 这合乎公侯富贵之家的人的生活形态吗 那比较符合我们现代的小家碧玉 你到麦当劳过生日的时候 就是略换了几件新鲜衣裳好吗 是小家碧玉是平民 人家贵族过生日是要换礼服的好不好 因为他们就是凡文入节 各种场合有各种配备的衣裳 所以宝玉常常一天要换很多次 你知道吗 去拜见贾母要一次 有客人来要一次 要出门又是要换 所以他们真的每天其实就在忙这些东西 所以也很辛苦 不能说可怜 所以你看看第七十回就讲得很清楚 次日就是三月三日是探春的寿日 所以元春呢也打发了两个小太监送了几件玩器 算是生日礼物 合家皆有寿仪这当然不用说 请看 饭后呢探春换了礼服要去各处行礼 这才是人家贵族小姐的风范 懂吗 所以生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当然要有特殊的打扮 那么同样的只要有贵客来 有什么中秋节要过 他们也都有这个礼服去换的 不可以随便乱穿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第三回 第三回就是那个林大玉刚刚来到贾府 有没有 你们注意一下这一段非常有趣 贾母呢特别去吩咐说请姑娘们来 姑娘们是不是就迎春探春席春嘛 她说呢今日远客才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了 我问你们假如林姑娘真的是个灰姑娘的话 人家要举家不去上学来迎接你吗 不会吧 对不对 灰姑娘就是在角落里面含泪哭泣的嘛 人家会要用这个大排场来迎接你吗 你们知道吗 姑娘们都要出来迎接 这是要郡王 郡王妃来到的时候的排场才有的哦 所以林大玉事实上不但是远客 而且是什么 贵客 你们要知道 所以才可以不用上学 而且最重要的是下面 你看 接着呢果然众人就答应了一声 就去交代姑娘们 你今天可以这个休假一天 这个都不是可以随便的 像你们要敲课就敲课 哪有这么容易 人家不是这样的哦 所以呢 有贵客来才可以 你可以不用上学 然后呢 当三个姐妹一起出现 请注意 其拆环群袄三人皆是一样的装饰 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啊 这句话是不是就告诉你 就因为这是一个大场面 所以你就要穿礼服 礼服才会一模一样 连头上戴的这个首饰 也都是同一个造型 这才是他们贵族的排场 好不好 好 所以林黛玉在这里 又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她绝对是个贵客 是个宠儿 不要一直固执的 要把她当作一个可怜的灰姑娘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需求 一定要这样去做 但是客观的事实不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哦 原来所谓的重要的节日 跟重要的场合 他们都有基本的配备 所以姐妹们完全一样 再往下看 你看果然 到了第73回的时候呢 当时发生了诺小姐不问 磊金凤的故事 那磊金凤是不是她头上要戴的首饰 有没有 结果呢 是不是迎春实在太软弱 那个首饰是被她的奶娘偷走去典当 而且去赌博 社局赌博之类的 所以非常的不堪 但是因为迎春太软弱 她没有办法去挟制 去管理这个情况 以至于周围的人简直都为她召集 也为她担心 当然也觉得这个迎春 怎么连那么一点点 管理的能力都没有哦 所以呢 那个刑夫人就是她名义上的母亲 就骂她说她去放头儿 就是呢 她去社局开赌局 她说还恐怕她花言巧语的 和你借贷些沾环衣缕做本钱 有没有注意到 拿你有价的东西去典当 筹了钱是不是就可以开赌局嘛 然后她说你这个奶母 恐怕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这心活面软的未必不周接她些 周接些就是周寄给她 然后行夫人就很生气说 你若被她骗去 我是一个钱没有的 意思说你不要奢望我拿钱帮你赎回来 看你明日怎么过节 什么意思 什么叫看你明日怎么过节 是不是就是因为她那个累金凤 就被偷走了嘛 那你如果没有钱赎回来 你明天就过不了节哦 明天是中秋节 换句话说 中秋节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果然贾母是不是带着一群家眷 就在大观园里面 凸壁山庄赏月有没有 而那个时候原来姐妹们也都必须穿礼服 所以她们戴的首饰也都是基本配备 懂意思吗 所以你少掉这个东西 你明天没办法过节的知道吧 那这就很严重啊 因为上面的人怪罪下来 你这个孩子就是不守礼规的一个人哦 那尹村大人没办法啊 这个他就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哦 所以你看第73回后面又接着说 她的贴身丫鬟就也非常的着急 因为你知道当上面包含贾母王妇人 如果怪罪下来 除了尹村首当其冲之外 其他的贴身照顾的人是不是也要负责任 你们这到底怎么伺候小姐的 伺候到这么重要的首饰都搞丢 那大家全部都是池玉之殃 懂意思吗 所以大家就非常的着急 才会鸡飞狗跳哦 那秀杰就是帮她出面 要去跟那个奶娘的媳妇 祝儿媳妇呢去对职的 就要她说你们赶快把那个东西拿回来 那这个秀杰就提到这件事情哦 她说前儿我回姑娘 那一个展珠蕾丝金凤 就是蕾金凤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回了姑娘就是回了尹村 姑娘竟然也不问一声 那秀杰就说一定是老奶奶拿去 点了银子放头儿 那个老奶奶就是奶娘 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尹村还不愿意相信 她说这个应该是思琪收藏着 思琪是她的贴身丫鬟 结果呢秀杰就去问思琪 那思琪当时虽然生病 可是心里却很明白 那么她说没有收起来 是放在书架上面的那个匣子里面 暂时放着 做什么用呢 预备8月15日恐怕要戴 就是因为8月15中秋节 就是要穿礼服要佩戴 懂吗 那结果呢 现在搞丢了 那荧村呢 又不想惹惹这个奶娘 然后现在呢 这个事情就焦灼在那里 然后所以这个秀杰就很急嘛 她说明儿都要戴的时候 独咱们不戴是何意思呢 注意到了吧 大家都戴 换句话说如果我扛你们探春席春 在明天中秋节过节的时候 他们头上戴什么首饰 会回答吗 是啊是不是也是蕾丝金凤 懂吗 因为这是基本的一模一样的配备 所以刚刚他们三个人一起出来迎接远客 贵客林黛玉的时候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装束 有没有沾环裙傲一模一样 你看从头到尾 从头到脚 所有的都一模一样 因此你就要懂得举一反三 既然迎春的是这样 而且你看大家都戴 只有咱们不戴 你就知道说其他二春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蕾丝金凤 所以蕾丝金凤不是迎春自己独有的首饰 是基本共有的配备 好不好 这个请你们要注意 那这么一来 你说林黛玉是略换的几件新鲜衣装 就写的实在太小佳子气 根本就不符合前八十回对这种大家闺秀的描写 那么现在我就要来给你们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东西 就是说 那么既然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教养 一个基本的配备 所以他们整体所酝酿出来的一种这个气质就会非常不一样 我现在给你们看几张图片 刚好是我今年来发现到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世界上真实的公主 真正的公主 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等级制了 那少数还有王室的这个国家 你们大概知道就是一个是那个英国日本也有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个那个王室也是几百年的历史的 那个是我们比较不知道 可是实际上他们现在孕育出来的那位公主将来就是女王 她五岁就被当作女王来培养的 你看看她的那个样子 当然因为她天生又很漂亮 这也蛮不公平 可是不只是漂亮而已 好 你看她那个举手投足 她是怎么样见大事面的 这个就是西班牙公主 西班牙的王室 左边这个是新任的国王 这个场面是她的继位大典 因为老国王前一天退位 这个是2014年的6月19号的时候 国王继任 那么右边这位是王后很漂亮的王后 那这位是长公主 这个是第二个公主 你看这是在继位大典上 那么我们一般只从正面看到 这一家人的这个当时在典礼上面的这个场景 然后你看这是长公主就是雷奥诺尔 雷奥诺尔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 这是第二个妹妹 她们就已经在这一个盛大的场合上都要出席 而人家从小就是这样的见大事面 人家可能才五六岁七八岁一出来 就是看阅兵大典你知道吗 长公主大概才七岁多 她们从小就是见这种大场面 在舞台上面是整个沉民瞩目的对象 然后走到哪里周围都是一堆的人 热情洋溢要跟她们握手的 所以她们经常就是要挥手致意的那一种 这就是国王的即位大典 这就是大场面好不好 这是西班牙 那这是真正的有国王有什么的 那当然她们的服装什么 跟我们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但是她们的生活形态跟要求意识形态一定跟我们不一样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气度 那个风范 其实就是非常自然而优雅 她一点都没有什么被礼教吃掉 懂意思吧 礼教刚好相反 是要求她从小很自然就培养出一种很大方得体合宜 这样的一种气质 这个是你们到网路上去查可以查到很多 那加上她又漂亮实在没办法 这一点我们很在意 好 那所以呢我为什么会谈这一个 我想这个已经看过了啦 好 我之所以要让你们来看这个的原因 就是因为为什么叙述的不当就在哪里呢 你们没有注意到 这里她竟然描写 含羞待笑的出来见了众人 你们知道我在说她错在哪里了吧 她干嘛含羞待笑 人家贵族小姐从小周围是数十个人围绕的她 她根本就是众心拱乐习惯的懂吧 所以她干嘛要含羞待笑见得众人 那应该是从来没过过生日的人 才会这样吧 对啊 真的啊 不习惯人家围着她唱生日快乐歌 就会扭扭捏捏 有没有 所以你看第三句话也是错的 这根本不符合这种家庭出身的背景的 第二句话也错 原因就在于打扮得宛如嫦娥下戒 有没有这个描写怎么样 你认为曹雪芹会用这么样沉枪烂调 城府的语言吗 不会 前八十回里曹雪芹无论是写哪一个女孩子 多漂亮从来都没有说过像嫦娥下凡 只有一个人用这样子的话来赞美少女们 你们猜得到是哪一段情节 哪一个人说的吗 是的是刘姥姥有没有 第四十回刘姥姥逛大观园的时候就说 哎呀我们乡下过年的时候是不是都会买年画 有没有 心里想说世界哪有像画上那么美的地方 没想到来的这边见了大观园 才发现什么真正的这个大观园 比那个画上还要漂亮十倍有没有 他就觉得好可惜喔 没有办法回去 让他们的乡亲也见一见世面这样子 结果贾母说那没关系 我有一个孙女她会画画 有没有 就叫她画一张大观园图让你带回去 那个人是谁 喜春 只要刘姥姥一听就很高兴 跑来就拉着喜春说哎呀你才这么一点年纪 又这么好个模样 有如那个什么别是什么神仙脱生的吧 有没有 神仙脱生的 神仙下凡 这个呢都是刘姥姥这一种 庶民没有受过教育 所以只学到这一种一般性的描述的人 才会使用的 了解吧 可是你不要把曹雪芹当成刘姥姥 对不对 所以刘姥姥可以用如同神仙下凡 神仙脱生 可是叙述 如果你认为就是曹雪芹写的 那真的太奇怪了 曹雪芹竟然会跟刘姥姥一样的牲口 那就太奇怪了 所以你说她打扮得宛如嫦娥下戒 这个实在也是成枪烂雕的一种修辞法 不是曹雪芹这种人会使用的 所以我才会说叙述事实上不可能是曹雪芹写的 他可能依据一点曹雪芹的原稿 但是他已经改造的已经不是他的原貌 而且有很多地方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 我们也刚好可以提醒大家 原来呢在同一个时代 只要你不是同一个阶层 你是不是就有很大的隔阂 所谓的侯门深四海 所以不在那个阶层的人 你去设想富贵人家怎么生活 我们在《红楼梦1》的时候就有开宗明义提醒大家 那就叫做庄农禁京 有没有 乡下农夫禁京 所描述的那个富贵皇帝根本完全走样 因为他根本不了解 没有亲眼目睹也不熟悉 所以就完全靠自己的虚拟跟虚构写出来的东西 看在真正的贵族的眼里 就会觉得非常荒唐可笑 所以连叙述者他都还在乾隆时期 可是就已经对富贵有这么失真 而且是这么离谱的一个写法 你就可想而知 到了我们现在又有一个时代上那么大的差异 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理解《红楼梦》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你要用这个想当然而 我想那大概一定会很容易出错 好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来看一下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个点之外 我们当然还要进一步来做补充 富贵场他其实还提供了一个高度的精神性 也就是给你一种呢 一般人所没有办法见识到的 培养到的教养 那这一段呢 某中山先生说的很好 他说贵族有贵族的教养 当然他不是圣人 这你一定要注意 很多人都混为一谈 有一些教授也搞错 我们说贵族有教养 不是说他是一个圣人这是两回事 教养是指你的言行举止要合宜 甚至要优美 这跟你是不是有没有做出不好的事情 那是两回事 所以呢 虽然贵族不是圣人 但是他有相当的教养 而且他也一定有一点精神性在里面 所以贵这个字是精神的 而富呢是属于物质的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你也必须从贵是精神的表现而言 才能够了解并且说明贵族社会 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大的文化传统的原因 所以周公至礼作乐 是非常重要的文明化的过程 那么礼它虽然是一个form 是一个形式 所以我们会觉得那是对个人的束缚跟压抑 可是你完全弄错了 这个礼不但不是对人的压抑跟束缚 相反的他是把你提升成为一个更优美的人 因为人一定要有极大的精神力量 才能够把这个form给顶起来 而守礼实践礼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整个角度不一样了 当你要去守这个礼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内在力量 当你提升内在力量 而能够跟这个礼合而为一的时候 你是不是生命就正拔起来了 有没有 你就有了担当了 你事实上就被这个礼给提升到一个更优美的境界 刚刚那位长公主是不是就体现出这一点 他一点都没有勉强 一点都没有觉得厌烦 相反的他已经是内在的他自我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动静举止才会很自然的那么优美 所以礼其实绝对不是对人的压抑 我必须说当我们说礼教吃人的时候 那是对礼一个很严重的误会 而且呢 你把人跟社会道德的关系 很Naive的当成是一个对立的形态来看待 可是你完全忽略了 人跟社会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人也是在后天的成长中逐渐培养起来的 所以正邪两父是不是一定要生在公喉富贵之家 才会成为寻世寻种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上学期花那么多时间讲的原因 长学琴真的在告诉你 礼其实是一个呢 让人活得更优雅的一种力量 只有你提升你内在的精神力量 你才能够把那个礼那么自然合一的实践下来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是一个优雅 而有品的一个人 这个时候呢 你绝对会比没有礼的教养陶冶的时候 更优美动人 所以礼教并不吃人 礼教是让你活得更像一个人 活得更像一个人 让你更优雅 更懂得自我控制 所以呢 我们对礼教一直都有很大的误会 也因此呢你会误会 《红楼梦》是在反封建反礼教 这个都是我们已经树立了一个自己的 偏颇的价值观之后再去反推 可是事实刚好相反 曹月琴完全不再谈这个东西 刚好相反他告诉你贵族的教养 贵族的礼教他其实呢是让你 焕发出一种更高度的文明 因此 连古川道雄这位日本的汉学家 他专门研究的是六朝 他也同样承认这一点 他说他在研究六朝的贵族以后 贵族世家之后他有一个心得 他说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条件 是在于他人格所具有的精神性 这个事实上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们请各位看一下 《红楼梦》果然在告诉你 好的贵族他都有很高的精神的高度 例如第14回 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典范的人物 可以说是宝玉他们所应该要努力达到的目标 就是呢 北东西南北这四个郡王里面 当日只有北晋王功高 吉进子孙游习王爵 你们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反映了那个历史背景 哪一个历史背景 就是世袭罔替嘛 有没有真正世袭罔替的 是不是只有十几家左右 而贾家他们根本没份的 他们要随带将等 还记得吗 所以世袭罔替的那是少之又少 整个大清两三百年 总共也最多十三家而已 有的人的算法是十家而已 那世袭罔替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管你承袭到第几代 你都跟你的第一代同样的爵位 懂吗 这么一来从人性来思考 既然我怎么样都不会改变我的爵位 你是不是人就很容易放纵嘛 对不对 反正你钱花不完的时候 你就会大着胆子花嘛 不都是这样吗 反正你无论怎么样做 你的爵位还是牢牢的 戴在你的头顶上 你是不是也不会去要求 自己要自我节制 对不对 这是人性之常 可是你看这种人家 就会特别更严格教育他的子弟 因此这个北晋王水戎 他简直就是贵族的典范 你看他不以王位自居 并不妄自尊大 十分谦虚 难能可贵 你就知道说贵族世家 事实上是非常注重教育的 绝不会放纵子孙 因为他们知道 以人性之常来讲 你一放纵 他是不是就会失控 所以他们才会那么严格的 保育之所以要挨打 也是完全是这样的原因 懂吧 所以要去骂贾政 那是因为我们现代人 已经变成婴儿崇拜 幼儿至上 你才会产生的那一种评价 其实对他们来讲 保育本来就该打 而且那个打法是一整套的家法 你们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说 好啦 所以你看刘姥姥 我们刚刚提到过 他之所以到贾家 打秋风打秋风都可以 请你们注意 他唯一的希望 全部的希望 整个让他的家里 可以起死回生的关键 全部都是王夫人 所以你看第六回他说 想当初我和女儿 还去过王家一趟 他们家的二小姐 着实想快 会带人到不拿大 拿大意思就是说会摆架子 自以为很了不起 而这个二小姐就是王夫人 懂吗 王夫人后来就是嫁给了那个贾政 她说如今上了年纪 月发连贫续老 最爱栽生尽到 舍你舍前 所以呢刘姥姥就在盘算 如果这个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 或者她念旧 有没有注意到 都是要靠王夫人是不是念旧 如果王夫人不念旧理你们了 对不对 你们当然就回去自己想办法 那刘姥姥的盘算 全部的关键 都在王夫人身上 她说如果她念旧 对我们就有些好处也未可知 要是她发一点好信 把衣跟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呢 这个你们都很熟悉的那个用语 但是你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 整段话 她全部诉求的关键就是王夫人 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王夫人在第六回 就是被塑造成为一个非常慈悲 非常宽厚的一个贵族女性 果然你看周瑞嘉的后来呢 就去转达了那个刘姥姥来的这个讯息 然后凤姐因为从来没见识过这种人家嘛 那到底要怎么样对待她呢 当然就派人去问那个王夫人 那王夫人就交代周瑞嘉的 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告 她说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是一家子 而且是偶然连了宗的 是不是关系很远 再来近年来是不是也不大走动 换句话说连勤奋都很淡薄 有没有老实说我们一般人可以不用理他 可是你看王夫人怎么讲话 他说当日他们来一招 却也没空了他们 什么意思 没有让他们空手回去 所以他们贾家王家 都是待人很慷慨的 然后下面最有意思的是这几句话 他说金儿寄来了瞧瞧我们 是他的好意思 也不可减慢了他 你看 人家贵族是这样 好的贵族 是这样讲话的 什么叫做金儿寄来了瞧瞧我们 是他的好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他今天来看我们是他的好意 我们会这样讲话吗 不会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穷妻妻上门 是要来要钱的对不对 你会说他是好意还惦记着你 今天来看望你 我们好像大家都心思肚明 事实不是这样对不对 可是你看王夫人是这样讲话 你至少看到人家真的有三分真心 虽然有七分是要占你便宜 可是如果你愿意帮 你有能力帮 你为什么不做的让人家含笑接受 有没有 说你是好意来看我们 所以我们也不怠慢你 然后看有需要什么 然后就叫王熙凤就给他招待 果然王熙凤是不是就这么一听 才给了刘姥姥二十两银子 那刘姥姥是不是喜得什么浑身发痒 有没有手舞足道的意思啦 你就可想而知 王夫人是这样讲话的 而且她的心意 这绝对不是嘴巴上面的空话 或者是虚仪尾仪的漂亮话 她是真的告诉你说 你记得人家也记得我们的好意 人家是这样看事情的 所以王夫人这个人真是了不起 当我发现她是这样讲话 是这样对待别人的时候真心诚意 我就觉得我们为了怎么 为了一个你自己虚拟出来的三角恋爱 然后到处去涉及那些你歪曲的假想敌 这会不会实在是太过分了 是不是你在耽误你自己 你也在冤枉别人 所以你看连王熙凤也算泼辣的吧 他怎么样在接受了王夫人的指示之后 他怎么样去应对刘姥姥 请看看他们怎么做 王熙凤对刘姥姥说 今儿你既老远的来了 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 怎么好叫你空回去呢 所以可巧竹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 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 我还没动呢 你若不嫌少就暂且先拿了去吧 嫌少 已经太多了对不对 可是人家讲话都是不要去刺激人家的自尊心 把一个决定权 主动权交给对方 而不是自己高高在上很巨傲的去践踏人家的自尊 这个都是非常高度的一种精神性的表露 然后你看下面又接着说 这是二十两银子 那暂且给这个孩子做件冬衣吧 若不拿着可真是怪我了 有没有 你不拿就表示你对我不满 哎呀这样我真的很抱歉 那你不要让我觉得我有愧疚你就拿吧 讲成这样有没有注意到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都没有的教养哦 所以我们会不会把红楼梦真的独漏了太多 这么好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只关心那一个不存在的三角恋爱 那真的变成是井底之蛙而不四肢 然后你看给他二十两 另外再给他一串钱 让他雇了车回去 有没有因为你上了年纪带了一个小孩 从乡下来到京城那么远的路太辛苦 这一串钱让你搭车回去 人家是这样做事的 对占你便宜的人 他愿意帮的时候就帮得这么的美丽 这么的优雅 懂吧 那爆发户是不是就是撒钱给他你自己捡 有没有 那就很过分了 有啊我们不是见过这样的人吗 对不对那就真的很过分 那你当然也可以不帮 刘姥姥是不是也做了这个盘算嘛 可是你看看人家不但帮 而且帮得这么的优美 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一下 因此呢 红楼梦里面讲富贵场温柔香 你要知道 我们真的看漏了很多的东西 买毒还珠 等到第三十九回 刘姥姥来回报贾家的时候 是不是扛了很多田地里面种的那些瓜果 对不对 那其实很重的你知道吗 老人家扛那么远 真的是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义重 何况比额毛还重 于是呢你看 王熙凤就很体念他 感念他 他说大远的 南尾他扛了那些成东西来 晚了就住一夜 明儿再回去 你看 留留姥姥在贾家过一晚 这也是让他享受一下 富贵场的生活嘛 有没有注意到 你看人家没有觉得 什么我给你二十两 你才送我这么一点东西 不是 人家就感受到说 你也是一个感恩图报的人 然后愿意这样子诚诚恳恳 那么老老实实 大老远的把你们第一次伸展出来 最好的农作物来送给我们 这份心意是不是就无比可贵 有没有 人家就是感受到这些 所以不要只看到外在的钱 真是够了 你的见识 你的优雅 你的胸襟 那真的比事业的成功 跟金钱的累积 不知道大家重要多少倍 连刘姥姥都懂这个道理 可是我们现在人 大家已经都不懂 那是不是非常可惜呢 所以来我们再关一下灯 再让你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人所拍的贾宝玉 好不好 这是我到任何地方都会播给大家看 那这一段是那个李汉祥导演 40年前拍的《金玉良缘红楼梦》 那前面的拍得很正确 这个是贾正 这个是宝玉 那宝玉虽然很俊美 不过他下面演得不对 我们还是要说 你看当贾正一叫他的时候 他是不是吓一跳 注意一下 吓一跳 有没有 这个是对的 因为他们都很怕父亲 他们的伦理制度让他们呢 是不是只要听到贾正叫他 他就头上响了一个骄雷 有没有 所以前面很对 但是下面这个不对 你们知道他竟然有这样的表情 请往下看 有没有 撇嘴啦 还什么翻白眼啦 这种不耐烦的表情 请注意第一很丑陋 一点都不优美 第二贾家的子孙们对长辈们绝不会有这种表情 请你们注意 绝不会而不是不敢 不敢的意思是说你会 但是你有权利嘛好吗 我就忍了嘛 不是他们对长辈根本没这个概念 就好像你要搬家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把宜居月亮当做一个选择 懂吧在他们的反应你们怎么反应这么慢 就是说你们笑的已经乃绝三十里 也就是说他们只要遇到长辈 绝不可能有这种表情跟反应 因为这不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啦 懂吗 连假真假连所有人都是这样 连对假设都一样 长辈是假设哦 也都是绝不可能有这种表情 因为这就是不是他们教养的一部分 就是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懂吧 你要搬家绝对不会想要搬到月球上去 就是没有啦 不是说你想搬搬不去 不是你根本没这个概念 好所以呢 下面我就给你定格来看 好不好 这个真的是我们现在的野孩子 我们现在的小孩对父母才会这样 没错吧 真的啊 真的啊没办法 四十年前我们这个时代 谁知道贵族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很少人能够做研究的 以至于呢 他就他就照他自己的想象去编剧嘛 这应该是导演的此然 不能怪谁 也不是他其实演的蛮可爱的 那也没有怪导演 但是重点就是说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 是不是对于贵族的教养 其实是一窍不通 好 然后你看一下 这个是哪一段呢 那竟然就是那个惠子涓情辞世盲玉 有没有 那惠子君情辞世盲玉的结果是让宝玉开始发婚 有没有 然后就在满床乱闹说不许人家姓林有没有 那边怎么有一个那个什么西洋船 把他打出去他们都要来接林妹妹的有没有 在那边满床乱闹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电影里面变成是满院子乱闹 好本来是满床现在变满院 而且你看他的那个动作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是啊你们是演成鬼啦 你们那个是鬼不是这个 又跺脚有没有 又甩手又什么 最重要的是不但他不会有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真的蛮粗野的 最重要的是你们知道右边的这个人是谁吗 贾母竟然还要对他这样子卑躬屈膝 你搞错了吧 不是的不可能的 对他们来讲长辈是高高在上 绝对是奉若神明的 不可能是这样 再来你看一下 有没有他又是怎么样 翻白眼又嘟嘴 而这个又是贾母有没有 关键在于他们对长辈绝对不会有这个反应 不管是在人前人后 真的你们相信这一点 这个这是他们的概念里面没有的东西 好再来有没有注意到 宝玉怎么做啊 是的这个叫做什么 积聚 积聚是很不雅的一种作姿 而且你看背对的谁 贾母这是不可能的 在贾母面前谁敢这样做啊 你们还记不记得贾真我曾经讲过 贾真在那个一家有一段情节非常精彩 唯独那一次的描写可是呢又完全吻合王府 王府世家他们的规矩 那一段写写的是说贾真是不是组长有没有 结果贾真竟然在一家子都在的场合之下呢 他竟然是坐在靠门边 门边是不是最远的地方 最低下的地方 然后呢他是坐在椅子 幸亏还有椅子可以坐 但是他只坐一半 然后呢另外一只脚是撑着 这个描写完全吻合清朝贵族世家 晚辈对长辈该有的坐姿 懂吗 那个是金济水先生也描述过 他们呢坐只能面对长辈 坐只能坐三分之一的椅子 所以那身体的重量就只好靠一只大腿来撑 他们是这样做的 红楼梦就有一次提到过 所以呢他怎么敢背对的贾母 坐这样的机具 这个都是我们现代的野孩子 所以说来我们最后做一点点小小的总结 因此毛中山先生他在讲出贵族的 这个重要的意义是在于精神性之后呢 他就说我们不能轻视贵族社会 那么像德国的思想家史宾格勒 就知道这个道理 史宾格勒认为一切能形成一个大传统 就是Great Tradition的这个文化 都是贵族社会的文化 而各位你们还记得吧 我们说过小说戏曲是不是很低下的一种娱乐形式 小说跟戏曲是属于小传统的产物 所以我才会一直提醒你们 曹雪芹他是在用一个小传统的文学形式 想要去寄托大传统的那个亚文化的内涵 你知道他真的面对多么大的困境跟心理挣扎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写小作人所能理解的哟 所以说我们不能轻视贵族文化 贵族社会 虽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贵族社会 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主张 但是当你面对传统社会的时候 你面对阶级的不平等 面对有贵族的这个层级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要不要先放下你的反感 先放下你的不赞同 而是把自己控出来 尽量去了解人家的创造跟他的价值在哪里 这么一来我们是不是也就像刘姥姥一样的 见一见试面了 对不对 我们该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不要去做一个一直在自我膨胀的 很无知又很傲慢的现代人 这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应该要注意到的 所以我们最后的一个结语 我愿意用法兰克他是进过集中营的 而且是最声名狼藉的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九死一生 然后运用他心理学的专业 想要来提供对人类的帮助 你们真的要知道西方这些优秀的学者 他们的努力都是为了要帮助人 而不是为了自己功成名就 所以他九死一生回到维也纳之后 开创出一个新的心理学派 叫做意义治疗学 他认为意义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原因 不是什么食色性也这些东西 绝对不是本能的 对他们来讲 人活着的那个意义 事实上是对人让他能够活下去 甚至努力活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再用什么食物啦衣食这些 现实的算计来看人的存在 那你连刘姥姥都不如啊 刘姥姥都知道就算没影子来 能够到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 是不是都可以不枉一生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代人反而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洞见 因此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法兰克 他在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 活出意义来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 那里面有一段话非常好 里面还有很多话很好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看 那这段话刚好可以作为我们这门课程的一个结语 他说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受造物 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 他说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 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 而不是在你自己的那个需要里去找 你应该要超越自己到整个大的世界去找生命的意义 而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自我超越 是要self然后呢transcendence 怎么样都可以的 那要重要的是自我超越而不是自我实现 会不会我们都弄错呢 我们都以为我们活着是要自我实现 对不对就把那个自我看得很该死的重要 有没有就觉得这个自我就是唯一的 就是最重要的 只要阻碍我这个自我实现的都都是坏人 可是会不会完全有不一样的一个思考是 原来人类存在的本质其实不是自我实现 因为你实现的那个自我是不是就是自我而已 自我就是有限的 你再怎么样的自我都是有限的 所以你的真正的人生的意义不是在自我实现 因为那个会实现的那个自我永远一定有限 所以应该要自我超越 是不是才能够无限的一直扩展下去 那么所以一个人为了实践他的生命意义而投注了多少心血 他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 没错吧 那意思就是说你的自我其实可以不断的打开的 只要你一直超越自我 你的自我就可以无限的壮大 无限的 拉开那个地平线 这就是比自我实现更好的一种对于生命价值的认知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 红楼梦是不是也是在告诉你这一点 有没有行止见识你就要努力去向往去敬仰去学习那些呢 行止见识是不是高于你之上的对象 对不对 无论是人还是一个阶层还是什么 你永远都该记得一件事情 人活着最重要的不是一直在巩固一个既有的自我 不是的你应该要超越自我 所以呢真正的意义其实就在这个超越自我过程中 你就会不断的累积而且更加宏大 所以最后我再引用一个圣修伯理 就是小王子的作者 他在《封杀清晨》里面的一段话说 一个人当你在自我超越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去做圣人 真的他不是要你去做革命劣势 去做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 不是你只要能够超越你自己的一点成见 去做出一点 你本来想不到的那一种改变 你其实就已经在自我超越中了 真的 然后你就可以是一个大丈夫 你看圣修伯理在《封杀清晨》里面说 一个人并非一定要在马德里附近被杀 这指的是革命劣势 或者是为了生命的尊严 挣扎于雪地里 他讲的是他们航空界的一个伟大的英雄 那个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伟大的那个事迹 但是他说一个人并不是一定要在马德里附近被杀 或者是为了生命的尊严 挣扎于雪地里 才算是大丈夫 请注意能够了解诗的奇妙 能够从音乐中获取清纯的愉悦 能够和他的伙伴共参的人 能够总是把窗户开向海面清凉的风 同时也学习一种人类的语言 这些人都可以是大丈夫 懂意思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 以及我们的学习过程里 能够越来越了解一些诗的奇妙 越来越能够领略音乐里那么样清纯的愉悦 其实你就已经是大丈夫了 其实你就已经是在做自我超越 走向一个追寻生命真正意义的道路上了 懂我的意思吗 真的真的我们都忘掉这一点 这个是我最近找到的 目前我找到的最好的一个版本 它的编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那是那个李淑彤弘一大师的《宋别》那一首诗 那你们可以欣赏一下吧 我为什么会播这一段音乐 当然是好歌共欣赏 这个是我找到我觉得那个编曲最感人的 但是可惜太短了 所以我们就自己在家里面找到以后重复的听吧 那当然跟大家分享 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各位不要忘记 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后的几句话 就是人真的是只要能够了解诗的奇妙 有没有 能够在音乐里获取清纯的愉悦 我们就可以作为大丈夫 所以刚刚你在听这段音乐的时候 如果能够领略到他的美跟愉悦 你就是大丈夫了 然后我们也透过研究《红楼梦》对不对 这也可以努力的变成一个大丈夫好好的研究《红楼梦》 所以我想一方面这一个曲子是来呼应 我们跟大家做的一个互勉 第二个刚好这个宋别也刚好是我们这个学期 可以来作为最后的一个总结吧 不只是我们这一年的课程 应该说我们《红楼梦》在这个大学部开设 其实今年是第五年 那么这五年一直都有不同的专题 跟大家分享不同的对《红楼梦》的理解 那也因此我一开始才会说 你们这一年比较辛苦 因为前四年讲的是比较有趣的人物论之类 那你们今年讲的就比较是思想类的 比较是跟文化的传承的这一个面向 所以比较辛苦 可是无论哪一个范畴 无论是今年的课程或者是我们大学部 《红楼梦》的课程也都该告一个段落 《红楼梦》里面有过几次很少数的重复 其中有三个重复的谚语 一个就是千里拉长篷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所以我用这一个长庭送别主要也是 一方面是我们这一个学年 也就是要到最后的一个时刻 那么也是五年来的这个《红楼梦》课程 也是要告一个段落 所以就用这个送别 大家就互相天之崖地之脚 我们这一个算是天涯若必灵吧好不好 那所以无论如何总是无不散的宴席啦 那么最重要的是你们下个礼拜把事考好很重要 对不对还是要恐吓你们一下 可是第二个我想未来的路还是很长 我想无论在哪里都是可以做一个好人 而且你都可以做像修伯里所说的 能够了解诗的奇妙 能够从音乐中获取清纯的愉悦 能够好好的跟你的伙伴共餐 同时也好好的理解《红楼梦》 这样都可以做我一个大丈夫 这也是我觉得最后一堂课希望能够跟大家互勉 好 那我们就上到这里吧